我们要讲的第四个主题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底蕴的集中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所在 在世界极大古代文明中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没有中断并延续发展至今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 有一脉相成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名为邦本、天人合一、合而不同 强调天行鉴,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强调天下新亡,匹夫有则 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 强调君子义然后取 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智 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强调德不孤,必有灵,仁者爱人,与人为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入相有,守望相助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扶贫即困,不换寡而换不君等等 向以上例举的这些思想和理念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且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要深入挖掘和产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仁爱,种民本,守成性,从正义,上和和 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就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 我们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只有善于继承才能更好的创新 中国人民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世界 是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的 同时它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时俱进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它把涉及到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因此我们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方面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彌新的精神世界 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 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坚持古为经用 推陈出新 有鉴别地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对待 有洋气地予以继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激活其生命力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又弘扬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